来到曼哈顿每一条通往市中心的路上都能看到这种摄影机 不是准备对纽约客展开大规模监控 而是要准备开征全球最贵的塞车税 通往市贸中心 时报广场等商业闹区 一天最多可能要付730多块台币的塞车税 可能让用路人的荷包瞬间打缩水 根据调查2022年 纽约驾驶每年平均花在塞车的时间高达117个小时 因为塞车每位纽约人浪费的生产力还有多花的钱 更达到1976美元超过6万3000多块台币 相比之下塞车税预计一年能为纽约大都会运输署 带来155亿预算将投入地铁还有公车 以及铁路等大众运输的增加以及维修 扭转用路为主的政策把民众导向大众运输成为新目标 高达25%的民众都表示如果大众运输的等待时间不要这么长 是愿意改搭公车还有地铁 这也让大都会运输署信心大振 大都会运输署更野心勃勃要把路上的公车转换成轻汽车 希望能在2040年之前达成零碳牌的目标 塞车税也有同样有助于达到减碳的效果 身为全球数一数二的堵车搭乘 纽约决定效法伦敦以及斯德哥尔摩开征塞车税 就是看到其中的成效 但塞车税要开征之前当然先有配套措施 斯德哥尔摩在政策上路之前就曾经多次测试 用成效来说话 伦敦则是透过配套措施降低民众的疼痛感 纽约交通部门也强调 公车地铁还有铁路都在升级改善 作为替代方案 并且也在研究包括低收入户等等部分族群将可以豁免 希望能延续其他大城的成功模式 让大家摆脱塞车噩梦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